都市剧终于又有星座出现了 想必很多观众与我一样 已经被另一部热播都市剧 一路朝阳伤透了心 剧情越往后越离谱 据说编剧写了十集后 就被踢出剧组 难怪前后割裂感这么严重 王阳的角色看起来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女儿 太离谱了 不过好在这部无与伦比的美丽 画风更加清新 陈晓在剧中带来了 中年男演员的教科书式造型 干净清爽 又不失成熟男人的魅力 举手投足不见半点游心 谢谢陈晓 眼睛有被治愈到 而女主鼓励那扎 虽然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目 但架不住人家持量行凶 光看着这张天生励志的脸蛋 就不想一开目光了 镜头对脸也没再怕 哭戏又楚楚可怜那未儿了 很想问男主是怎么忍心跟女主分手的 不夸张地说 这部剧对于严控的观众太友好 只可惜一部剧不能全员都是高颜值 有一个假脸就足够毁掉整部剧了 在这部新剧中 李念环这个角色不光是男主的表妹 而且也是女主的闺蜜 初次登场时 她来开车接于佳恩回家 所以当扮演者陈晓云于鼓励那家同框时 那种视觉冲击力可想而知了 一个是天然脸 美的男友敌手 一个则是正主公开全脸动刀 整容痕迹根本藏不住 果然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而且虽然两位女演员彼此都又挺又翘 但不得不说 陈晓云这把第二期的大高鼻梁 与小家子气的五官压根就不配套啊 仔细看她抬起头来的样子 鼻孔小得好像连呼吸都费劲 又像是从哪个模具中统一制作出来的假鼻子 怎么看怎么不真实 当然 这种鼻子不动都很出戏 做起表情来就更违和了 当李念环看到自己的表哥 想起她辜负闺蜜的那些事 情绪顿时激动起来 于是就看到陈晓云僵硬的五官扭曲在一起 鼻子里的甲体似乎要快要飞出来 趴击拍在男主的脸上演得很好 下次别演了 毕竟安静的当个花瓶也勉强能看 如果非要飙演技 硅脚感十足的脸蛋就扛不住镜头了 每次看到陈晓云对着镜头大笑 就有一种抢行把泥素人像捏变形的感觉 真的就是五官各顾各的 互相谁也不熟似的 而且填充的痕迹 让她脸上的脂肪已经不足以撑起皮像了 以至于无论什么表情都显得相当僵硬 其实按照演技来看 陈晓云比起古丽那扎要好得太多 至少她演的接地气自然又生动 但在都市剧这样的题材里 观众也不能忽视颜值这一点 而陈晓云与古丽那扎坐在一起时 网红蛇精脸与名艳女明星的差距就一目了然 可以说一部剧里只要有了网红脸 再好看的剧都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在质感方面会大打折扣 太可惜了 不光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因为一张脸影响全剧观感 当下娱乐圈的风气越来越离谱 导致很多整容脸演员出现在镜头中 就比如央视大剧《平凡之路》 以接地气和真实为看点 备受观众好评 但该剧里 女主角金城的鼻子成为了最让人出戏的地方 她比陈晓云看起来还要夸张 鼻子透光不说 侧边就是十大十的九十度直角 直挺挺的线条 那真是假的太过夸张 对比剧中其他接地气的演员 金城的形象无疑是拉垮般的存在了 还有我们这十年 不仅是央视剧 还是一部主旋律证剧 所以万万没有想到 娄一霄会出现在这部剧中 还是扮演武道剧院的院长 看着她那膨胀的 仿佛快要爆炸的苹果肌 以及鼓鼓囊囊的额头与下巴 就知道曾经的胡一飞再也回不来了 原来从女神变成网红 只需要动动脸 真令人唏嘘 当然 古装剧也逃不掉被网红脸入侵的结局 就比如大爆款孟华录 剧中饰演沈如卓的男演员 明显就是割了眼角 却没注意与其他五官的比例 导致演剧窄得离谱 眼睛看起来戏长又阴郁 而且苹果肌与山根都有着填充痕迹 在镜头里一张胖脸油亮油亮 看得人浑身不得尽 还有这部剧里的女配角 柳妍 她在镜头前胖了不止一大圈 皮肤紧绷到了极致 好像是发了面的馒头 一双欧式大双眼皮 也把人物身上为数不多的古韵 掩盖得淋漓尽致 反正看到这张脸 满满的现代感 与整部剧格格不入 但相比其他整容脸女演员 柳妍就比较清醒了 在发现观众对她的吐槽后赶紧修复 如今到了这部无与伦比的美丽里 她的状态就比陈晓云好乐一大截 尽管还是能看出来与天然脸的差别 但起码无伤大雅 脸蛋不肿 身材也不胖 加上自身演技再现 自然不会让观众感到出戏了 这么看来 流言还真是给所有演员打了个样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点到为止就好 一旦因为动脸而影响到对于角色的塑造 那就要及时止损了 毕竟在演员这个身份面前 作品才是王道 娱乐圈的明星 热衷整容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但导演张艺谋曾经明确表示过 我反对整容 我觉得整容把脸上的肌肉 和什么东西都破坏了 而且她说 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 脸上一千多块肌肉 动一点点都会有影响 动态的时候会有问题 大荧幕把你的脸放大到几万倍 整容脸是完全遮不住的 虽然是说拍电影 但拍电视剧又何尝不是呢 其实在镜头前 任何瑕疵都遮挡不住 更何况 演员需要用表情去传递角色的情绪 如果脸浆或者五官奇怪 观众的注意力便会被吸引 肯定是要影响观感的 无论是陈晓云还是楼一霄 他们的翻车 无疑是给演员们敲响了一个警钟 动脸需谨慎 还是专注提升演技更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